那么5月12号 刚好是农历 4月出把 为什么在佛陀诞辰的纪念日 却在四川 这个中国信奉佛教最甚的地方 会有八级的大地震发生 而且在这次地震 可能是中国近年来最大的地震 请问如何解释 这个解释 说起来话长 希望 同学们 这不止你一个人 那我们每个人 放冷静 细心观察 你就不难 明了啊 事情发生在 佛陀诞辰辰的纪念日 四川这个地方 信奉佛教最甚的地方 信奉佛教 有没有依照佛陀教诲去做 如果只有信 没有解 没有行 那是迷信 那是迷信 那迷信 不但没有好处 它还产生负面的作用 那负作用是什么呢 叫社会大众看到佛教徒的形象 对佛教产生怀 对佛教产生了批判 这就是给佛教带来的负面印象了 破坏佛教形象了 我们很简单的问一问 在家的佛教徒 有没有做到十三业 十三业是佛门的基础 校养父母 奉死四长 慈心不杀 修十三业 他做到了 出家的佛门弟子 有没有做到沙秘律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看 不能 一看就是讲的 这信封佛教最深的地方 从前最深 那现在的身呢 现在身是表面的 形式上身 内容没有了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了解了 佛法这个信这个字 太难太难了 我学佛七年出家 出家之后 念念 受戒 受完戒之后 到台中去看老师 这是规矩 受戒回来 第一个 要去赶老师的恩 教诲之恩 我到台中 我到台中 慈光图书馆 我在门外 还没进去 老师在里面 看到了 看到之后 他就指着我 你要幸福 大声地叫 叫了好多声 就我要幸福 我感觉到很惊讶 进去之后 他叫我坐下来 当时还有不少的居士们在一起 同学 他问我 我说的你懂吗 我说不懂 我说我学佛 七年 七年 我已经学会讲经了 我在出家 所以我出家 就教佛修院 不是做学生 就做老师去了 那两年之后 我就教佛修院 教了两年 讲经 讲了两年 这就说记 我不信佛 我为什么 去学佛呢 我不信佛 我为什么要出家呢 我不信佛 为什么要出家呢 老师告诉我 他说你知道吗 有许多老和尚啊 活到八十九十啊 到临终时候还不信佛啊 越说我越莫名其妙 他怎么不信佛呢 老师最后才把底牌献出来了 什么叫信佛 信节行政 那才叫信佛 每一步经最后一句四个字 幸受奉行 那叫幸福 你信佛 你有没有接受 这一问我们就带住了 你没学过十三业道经 学过 跟老师学的 你有没有接受 学是学了啊 你是不是真的接受了 你是不是真的接受了 接受之后 接受就是一教奉行 你有没有把十三业道经 变成你自己的思想 见解 生活行为 那叫你这些佛 如果你学的经教 跟你日常思想 见解 生活行为 毫不相关 你不行啊 我们这才恍然 打不怕 真的 你看看 有很多 这是七老八十的 这老和尚 还是真民独立 还是贪明贪力 没放下 那就是不幸福 性有标准 不是谁便说的 找一个法师去皈依 领个皈依症 就就幸福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个小团体 这人数也有不少 真正讲信服呢 一百个人当中 一个两个都不容易知道 真正信净土 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他不讲别人 他讲台中联社 联社联友 有几十万人 这几十万联友当中 真正相信阿弥陀佛 真正念阿弥陀佛 老师说 万分之二三而已 不是万修万人学 一万个人 只有两三个人往三个 为什么 那两三个人幸福 其余不是幸福 到佛堂里面来 阿赖耶诗里头 种个佛的种子 不起作用 那他的这个思想隐形呢 还是烦恼稀气 所以这个要知道 我们这种幸福了 那对灾难是无疾于此 这个供业的时候 依旧不能化解 真幸福 真正一交风行 他就真有感应 我们也晓得 灾难的严重性 所以在去年 我们就发起 做个护过谢哉 发挥 我们是用三十系念 来做 做四十九天 当时我提出来了 语言不成熟 那么这一次 我住在家乡 住在陆江 武道法司 到那边去做三十七年 本来的时候 这一次去的时候 他做年养他 在石济禅寺 做一趟 在居士林 做一趟 我遇到之后 重新提起 护过谢哉发挥 重要 灾难态度 全世界 我说四十 七四十九天 七个七 七七四十九天 发挥 一定 要把它做好 我们做到第八天 发挥做的第八天 就是五月十二 四川大地震 发生 发生 也在这个前一天 是十号还是十一号 有一些 林伟 附体的 传出信息 告诉我 灾难非常严重 时间很长 不是短时间 四十九天的发挥 没有这个力量 来化解灾难 那我们就现在请教了 那这个发挥应该怎么做 至少要七百天 一百个七 我们 听了这么一桩事情 就跟寺院的住持 老和尚商商量 大家同意 决定呢 就把这个发挥 做七百天 一百个七 道场很配合 道场学经教的 在家出家 有三十多个人 每一天讲堂 有八小时 讲经 我在的时候 我讲两个小时 化言经 另外有两个老师 他们一个人也讲一堂 还有四个小时呢 就是学习经教的法师 他们来 上台来学习讲经 所以这个道场 每一天讲经八小时 念佛堂 有三百多人 念佛 日夜不间断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我们把这个期限 就定做七百天 所以是第二天 第三天 四川地震发生 这发生之后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 安徽四周 都受到了这个震动 安徽没有 我们那个地方 有地震观察站 没有收到这个四川这个讯息 可是我们的东面 是江苏 下面是浙江 是山东 北面是河北 西面是河南 南面是江西 广东 甚至于台湾 都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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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策道 都有这个 震动 那安徽没有 还有一些小的灾难呢 这四周围都有 这个地方也没有 所以就有人说了 是不是有这个发挥 在这个地方的缘故 那么现在 我们很感谢 齐素品居士 他发现 在东天木山 做一百个鸡 跟我们到场一样 七百天 在山东 庆云 海岛经山寺呢 也做七百天 好啊 好事情啊 前天 我收到台湾 一封信 是山国林 林长 父亲两个人 写给我的 他们 听到我 如江 这个讯息 他们在台湾 山国林 也做七百天的发挥 跟我们这一样 好 如果 还再有多一些道场 都能做七百天的发挥 我相信 这个灾难 会有大幅度的坚信 道理 这些年来 我们在讲习里面 天天在讲 讲得很清楚啊 佛告诉我们 静随心转 这个静就是物质环境 山和大地 是随着人心转 人心善 山和大地 没有一样不善 人心不善呢 那就没有一样是善的 这是佛经给我们讲的原理 经上讲的很透彻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万法从哪里来的 这个地方是属于广东地带 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出生地 能大师在谈经里都告诉我们 那他明信见信 那自信是什么样子 我们中国古人 只是含糊笼统地说出了 本性本善 人之俗信本善 大家都是怎么个善法呢 慧能大师讲得清楚 这善说的什么 他讲了五句 第一个 自信 本自清静 第二个 本不生命 第三个 本自居足 第四个 本无动摇 第五个 能生万法 这宇宙从哪里 是自信变现的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所以我们的心好 心善 没有一样不善 我们这个外面呢 走廊上贴的 有这个 日本江本圣 博士的水石印 诸位看看就晓得了 那你心善 没有一样不善 心不善呢 就没有一样是善 所以我们起见 互过 现在法会 人人都 心心 都善 他就能 影响 山河 大地 能影响 地球 能影响 太空 不要以为 我们自己 起先动念 是微不足道 那就错了 我们每一个念头 都变法界 虚空界 上面 与一切 诸佛菩萨 感应到教 下面 与一切 鬼神 感应到教 谁断我 修善 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这个 这一次大地震 给我们认真地做分析 认真地忏悔 努力地休息 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